从医生问诊到抽血检验 七堵区卫生所特地结合七堵剂医师诊所 举办成人预防保健 也就是健康检查 即BC肝炎筛检活动 贴心用心的服务 获得民众好评 七堵区卫生所举办这个活动 因为这个活动对我们这些年长者 是有帮助的 因为我们平常都没有注意到 我们这些生活上的这个细节 像血压像这个粪便 还有这个运动这些尝试 我们都很缺乏 很荣幸也很高兴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也照了X光 因为大概有很多年没有照 就是希望说我借这个机会 能把自己的身体健正恢复健康 谢谢 透过成人健康检查 希望让民众提早注意 自己是否有BC肝炎 或是糖尿病及高血压等 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特别是根据国建署的资料统计 112年基隆市仍然有7成的市民 没有定期做成人健康检查 另外有5成的市民 没有做BC肝炎筛检 基隆市卫生局提醒民众将会陆续办理各种健康检查 为市民好朋友的健康把关 我们争取中央政府的预算支援 我们还有基隆市政府边的预算 其实我们一整个年度里面 我们市民朋友有很多的健康检查可以来做了哦 不管是40岁以上 我们可以做成人健检 或者是说只要在30岁以上 我们开始做合家欢筛检的时候 有多项的检查 市民朋友都可以来参加 除了这些身体检查 抽血检验 我们另外也有一些 呃 还有一些癌症的筛检 我们不管是做粪便前血检查 子宫颈抹片检查 乳癌的乳房摄影 或者是口腔癌的口腔棉膜检查 然后或者是你有在抽烟 我们卫生所或诊所的伙伴 会帮你安排去做肺癌的筛检 这几个癌症筛检都是可以早期发现 然后在比较前期就治疗 拯救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得到健康 所以我们准备好了 在不同的场次里面 我们有成人健检 我们有合家欢筛检 那我们可能在这些场次里面 有安排这些癌症筛检 您选择您适合的时间 然后来做检查 照顾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我们下期之后 我们下期之后